現在我們在的這個小出坑古道 現場的石頭比較是屬於那種軟一點的泥質的砂岩 然後呢可以取得的石頭的顆粒大概都不會太大而且比較圓 那我們可以看到這裡有一個S型的轉彎 在路中間其實已經出現一些沖石溝了 那但是到這裡要轉下去之前的這個U10的地方呢 我們要想辦法把水排出去 那原來這邊其實之前有做了一個雙排的起石解水溝 那但是呢 你可以看到旁邊的人繼續走的時候 它會產生水沒有辦法再收到這個溝的狀況 那所以我們現在要處理的就是在比較下面的地方呢 去做一個倒水 然後在上面做起石 那要做這個倒水我們要看它的材料來決定做法 因為剛剛提到的石頭的顆粒的大小的特性 以及這裡還有一個狀況就是使用者的需求 之前在這裡有辦一些單車的比賽 那看起來也有一些越野自行車會使用 那所以在做排水溝的時候呢 我們就可以因為這個使用者的特性 以及現地材料的特性 我們可以不要做雙排的起石排水溝 因為通常做雙排的起石排水溝 因為通常做雙排的起石排水溝要石頭大 方正然後能夠排出一個比較漂亮的面 那因應現場的這個狀況 我們可以用那種土丘式的排水 就是做一個創造一個地形上面的反向坡 英文叫grade reversal 就是做一個反向的坡度 讓水呢在這個地方順著這個坡面排出去 這個好處一個是省材料 就是因為我們的材料呢 其實現場是有一些局限的 那再來就是說它好清理 將來這個溝滿了以後 像這種起石雙排的排水溝 要進行清理的時候有可能會挖到兩邊 那但是這種土丘式的排水 我們只要把這一邊挖深持續挖深就可以了 所以我們在這裡決定用土丘式的排水 那像在這樣子的一個類似枝字型的轉折的時候呢 其實排水的角度有幾個考慮 一個是說在枝字型的夾角的地方 對雙邊來說都是屬於類似垂直的 也就是說取它兩個的正中間 然後選它可以出水的最低處 那所以其實這種角度是一種考慮 但是我們可以看到呢 那邊比較高這邊比較低 所以要排出去的話 並不是這麼容易 那所以 就是我們在做排水的時候 也要考慮到它對步道的方向指引性 那所以我們現在選擇的排水 會選擇在這個角度 也就是整個彎轉過來以後 變直線的時候的這個角度 的一開始來做排水 那通常做排水要找好的控制點跟出水點 我們可以看到那邊呢相對來說是低點 然後那邊有一顆不會動的石頭 我們用這個石頭當作控制點 當作那個土丘排水的背面的控制點 然後呢它的另外一個控制點 就是要進到土坡的深處 這個地方我們待會要埋一顆比較大的石頭 讓水呢從這邊掉下來的時候 會被第一顆石頭這邊引導 然後順順地排出去 那這個所謂的順順地排出去是有一個角度的 就是我們以這個步道的行徑面 我們站在跟它是垂直的角度來說的話 雙手就用手比出葉 那這個葉呢 這個目前看起來就是我的中指 跟這個步道呈現一個垂直的角度 而這個石子所比出去的方向呢 就是排水的方向 這是一種比較容易記的方式 那通常在這個地方的夾角大概是45度左右 那當然我們還要看現場的狀況去做調整 那但是總而言之這個排水的角度會是這樣 這樣水呢 水如果我們如果做成垂直的話水容易跳過去 如果做成這樣比較是這個傾斜的一點角度的話 水比較容易到這裡的時候會順著排出去 盡量切到這個坡角底下 那這個好處就是我們確保了人不會再繞開這個排水溝 好 才可以達到排水的效果 那現在因為我們做的是土丘式的 所以我們挖土的墓地其實只是要埋 我們的固定的石頭 然後內側再回填土跟石頭 所以這個挖掘的墓地只是要讓石頭比較穩固 讓中間的土丘不會跑掉 為前提 一般來說 如果我們做單排的埋石頭或者是埋路原木 大概是這樣的一個角度就完成了 但是我們這裡比較特殊 就當我們要做土丘的時候要考慮到後面 因為通常排水的背後是要一個比較隆起的高度 可是呢在這個的下面呢 會遇到一個落差 所以我們要在這個後面做出一個隆起的 那個土丘的背部 那所以在這個地方我們也會找一個控制點 來這邊要埋一個埋一排石頭來墊高這個路面 達到土丘的目的 所以另外一道會在這個地方 這樣待會在這兩個我們挖掘的面中間去填小石頭跟土的時候 因為我現在挖的這個背 它就可以不會跑掉 土不會跑掉 就是從這一顆到這裡排一個 大概一步十公分左右的高度就可以了 然後用比較大一點的石頭 就是漂亮而已 彈住 上來以後是一個斜坡 然後我就可以利用它這個 這個面呢 容納我的這個土丘的石頭 OK 這樣嗎 這樣嗎 不要太高 我知道 對對對這樣子 塞這種石頭的方式是先塞這種縫 然後用一種比較剛好一種奇怪的形狀可以卡住 比如說這裡 這樣 這樣 然後 這個地方再開始塞石頭 然後盯住這樣 比如說 現在我這樣連續不斷的塞 你說把裡面的縫先填滿了之後 就是像你剛剛那樣子塞是最好的 稍微把它緊密度一點 對 但是不要打裂 打裂以後呢 會失去它那個位置 整個拼住的效果 因為它是土丘 所以它的排裂面 不用上面完全平均 那所以遇到缺口的時候呢 其實就是 找石頭 同時 壓住這個三角形 壓這兩顆石頭 然後讓它形成土丘的緩脫面 就可以了 這一面現在已經墊高了 然後對於走的人來說呢 它是順順地走上來這一個土坡 然後 那這個土坡 它因為形成比 單排的導流 更堅固的 後面的基礎 所以水比較不會容易沖壞這個設施 要清理就直接清這個面 那通常我們在出水的地方會做消能 但是因為我們看到說 這邊進去山溝的這一塊是一個緩脫 而且植被狀況非常的好 應該可以做一個天然的消能 我們這邊就不再做消能 我們只要確保這個出水面的順暢就可以了 從這個土坡 走過來一步 的這個內 裡面是可以做 削的比較斜的 不要再超過這個面 這樣的話可能 走到這裡的時候 還是一個斜坡 比較容易滑 所以通常 看這個擠水面就是 走過來的時候 是不是就直接到這個高度 這個面到這個面的高度 是一步可以過的 這樣是比較安全的 對於行人來說